行车记录器上清楚的陆下嫌犯 心虚骑车飞驰的行径 2月18号陈公正新港渔港安检所 破获了私自捕捉鲸豚 再将鲸豚肉加以贩售的不肖渔船 由渔越署的驻地稽查员鉴定之后 他确认为鲸豚肉 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涉案的船长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 经过初步的调查询问之后 目前涉案的人员一共有三名 日前新港渔港接获民众检举 有不肖渔船在外海捕捉鲸豚 并且私自宰杀 案者情报 大队人员在埋伏了两个星期之后 2月18号这一天 在涉嫌渔船的附近 发现可疑车辆以及人员 正在搬运疑似肢解后的鲸豚肉共三代 正当案件所人员上前盘查 涉案人员则骑上机车加速逃逸 并且将肢解后的鲸豚肉块丢入海中 掩盖罪证 骑程机车加速逃逸 并且将疑似肢解的鲸豚肉块丢入港中 案件所人员从海里打捞 涉嫌人所丢弃的鲸豚肉块 每块大约17到25公斤左右 经过初步调查 涉案人员共是船长 以及一名船员 以及一名接运工共三人 这私自捕捉鲸豚的行为 已经严重违反了野生动物保育法 依照罚则将处6个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并科新台币20万元到100万元法金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